以下来的这位嘉宾 风华绝代, 万人经验 其实他年轻的时候都能喝杯 都听闻有很多的追求者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又是走上了搞笑的不归路 不过搞笑得来 又会有很稳打稳扎的演技 要笑也行, 要哭也行 今集的嘉宾是 你好 阮瓊丹 丹姐 早安 早安 不要再来 他是前辈 另外, 他有很多生意 例如是肉髮、防脱髮、皮肤之类 他也去过去店铺做这些疗情 找到你的发明 女儿子, 大家都叫他 石榴姐 你最喜欢的眼睛 当然是浓密的黑色 七彩 阮瓊丹最喜欢自己的眼睛 风神榜 他是做拿奸娘亲的 我唯一一部 人们说, 原来你会演戏的戏 也谢谢他 不然人们会找我做一些比较正经的戏 如果有一只动物 用你自己多, 你会选择? 狗 因为我中心 而且我乱咬人 可能在某些情况下, 他会刺激别人 但是其实, 有些情况下, 他又很可爱 我这种影响成衫最令人猜不到的 鸡蛋 肉髮 占便宜 例如我买东西, 我很懂得讲价 所以我其实是一个很懂得买的人 人们买东西, 哪要买便宜的东西 怎样抵法, 怎样打别人骨折, 接上折 这些好处我都很擅长 香港朋友很久都没见到我跟你 真的很久没见到, 最近在哪里? 据问你最近很信德人, 对吧 我一向都不信德人 我是东北人, 看我的性格 我真的看不出 怎会看不出呢? 到落雜放狗的, 就是我这些 不是那只出来咬你那只 咬咬咬咬的那些 有很多人很害怕我 黑材也有我守的人吗? 看你的时候好像没什么 你说幸好 你是不是真的没有咬过我 没有… 因为你的样子生得小孩 我们不咬小孩 不会咬小孩 好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 我真的很难隐藏 很直, 很容易得罪 问题是, 我想说一句骗你 但我的样子 我做戏, 我做戏, 我做不到 现在… 现在人已经是这样了 已经去到六十岁了 我又要说说, 我今年六十岁了 看不出了 你真是骗了 骗了 丹姐这么漂亮, 是不是? 保持得算好… 真的保持得算好 因为没有违背良心 一直以来… 所以… 所以不是… 所以真是上喉心心 人们就说, 你很漂亮 当年你要这样 其实大家都忽略了一件事 在那个时候审美眼光 当时我不算漂亮 我当时的年代 那些漂亮的那些 譬如是哪些人呢? 张曼玉, 关明河 蔡兆勳 蔡兆勳 对, 是那期 我又放在那些不合样的 你说放在现在的年代 我就橫掃了 对 你说现在… 怎么做都不够你做 你照我的样子做, 做不了 你做我的样子出来 你做不到我这些吹淡剔透的皮肤 两个人在看螺丝前呢 什么事?又来吗? 做个贵物有螺丝 贵物有开号 贵物就是要互相鼓励对方 为什么互相鼓励对方 是要加油的 你的缺点是什么 不英俊 那也叫不英俊 这句话很大鼓励 那你想怎样 大哥, 你真是鼓励到 好帮忙, 好帮忙, 好帮忙 这就是一个发财相 很鼓励, 很鼓励 我已经开心了 正能亮了 正是吗? 正能亮了 我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经常咬人 你经常咬人 但我这样去改的, 怎么办? 你够直… 你宁愿认识假朋友一世 还是宁愿找真朋友? 不, 我起码我不会拉断放箭射你 你不咬那些都是真朋友? 不是? 我支持你 你放心吧, 我有什么面… 我有什么事? 面咬的 他咬你的话, 我帮你咬他 不用, 我直接对 你自己对 當然了 幫不了他, 鼓励不了他 他也不需要鼓励 反正我不会改, 走 那, 喝茶 喝茶 吃个包, 鲍鱼的包 哇 在喝茶之前, 我们安排了一个小游戏 因为两位都是TVB处境戏剧的经典 待会我们就会有不同的处境提供给大家 两位可以自由发挥, 最能够看穿对方演技的那位为之胜出 我看着男亲女爱黄梓华和阮琴丹的爆笑片段 你猜他是不是真的在看这段片段 他要骗我 好, 来 对了 我知道你一定会笑的 好的 说他的对白听听 真的 很想哭 说他的对白 你糟了 怎么回事 打你了 那你肯定没有看这个对白 没有这个对白的 就是了 对吧 我也说你没有看的 《男真论爱》是我拍了这么久以来 最有感情的 大家最难捨难尼的 你说里面的东西是什么 打获你的东西 肯定没有可能的 所以我真的被丹姐看穿了 《封神榜》当然是扮笑 他这么感动的一个演出 怎么会笑呢 看穿了, 太浮夸了 现在这个叫我看黄祖南 在台庆求婚的片段 说个对白来听听 跪下 真的有跪下 为什么有阮少祥在这里 他应该不是在看这个 长师兄好像不在这里 是吗 因为那天刚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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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哎呀 搏一搏吧, 长师兄 对不起也要是这样 假的 你… 看看 吓死我了 哎呀, 总之我说你才折 你说前家乐或者林胜斌呢 那我就知道可能是差一点 但是阮少祥不是的 刚刚也不在这里 那算了, 破绽子在这里 这个是辣的 不是他样子的问题 他问你在吃哪样东西的问题 你在吃肉干还是吃辣条 哦, 好了 下一个就是 你看看看不看得出我是不是 我吃着辣 嗯 来啦 就吃多次 低头吃多次 对不起 你不是在吃辣 你发生这么大的声响 因为你的猪肉干比较厉 你在吃猪肉干 你对耳朵很漂亮 就是每一样的食物有它的声音 很硬的 猪肉干比较硬的 猪肉干比较硬的 辣条是没那么硬的 如果你用辣条 你会有回弹力的声音 辣条的回弹力的声音 就真的要听听 是吗 我输 我输 都不用去到斗演技了 只是看我的破绽子 已经被他看穿了 演情单最喜欢自己的一套电影是 苗家落口 唐伯父怎么抽香 找食之作 吃老板吃到现在 我还不感应他 我还是人来的 这个就是在问你 我是不是在吃柠檬 我听柠檬和听西瓜 听不到 真的? 真的? 你是… 在吃柠檬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你的样子很配柠檬 你刚刚摸一下摸一下 石楼? 是啊 一回合 手没胜出 全都输了 如果再让他玩 首先要声音扰乱他 我自己要闭上眼睛做所有事 可能就会赢了 想不到一个这么小的环节 为什么好像在拍刑事偵緝檔案 我喜欢猜 我喜欢猜猜, 猜猜 所以我看的东西都挺小的 如果我是你老公 不是每天被你查纯印、香水味 长头发、蝶火之类 这个我真的要跟大家说一说 最后每个婚姻是什么 是遗留在哪里 信任 丧任 不是信任 不是丧任 丧任 你知道做什么 随便吧 信任你还有一些要求 我们的要求都没有 你喜欢做什么?随便 哪有空 和我老婆吃一顿饭 是啊, 挺好的 以前我婚姻是在练狱当中 现在我婚姻是在天堂当中 你假扮不知道那种 一定直接说出来 我没有需要去拆穿的东西 我不会去拆穿的 我也说人最失败是什么?欺骗自己 你可以明白一件事情的真相 但是你选择原谅和包容 不要骗自己? 不要骗自己 你怎么去消化这件事呢? 那就好看好个人的修养 一个小游戏去到这里 我真是… 你们很棒 你们很恐怖 那就是这么简单 是不是这样很开心呢? 很羡慕吧? 整个游戏里面 服得单纸不得了, 真是赢了 其实我们拍戏里面 认识到我们一件事 邏輯学 你知道顺着邏輯去 一路拉着又醒来走 你始终会找到真相 为什么会决定做演员? 是你很喜欢演戏还是怎么样? 有一次在TVB 去採访那些学校 来到我学校拍摄 计算机的用途 摄影师不知道拍摄 走到我身边 就像这样计算, 计算, 计算 出了很多镜头 那晚回去看新闻 真的看到自己 我就问自己 我好像真的懂演戏 当时有这样的想法 毕业之后去考你为你 你为你其实在广播台下 刚好在TVB 亚洲说有同一时间招生 刚好? 刚好 在那边 接着就入了亚士 可能是好事 因为亚士很多的经历 日后令我在TVB 容易生存 你应该这么说 例如呢? 例如我在亚士里 我会得罪这些高层 什么? 有些人去诬裂我 接着我跟高层解释 高层说我不听 你出去吧 我说不行 我一定要说 人家请你出去 你也不走 你一定要说 我说完 我现在走就开门走 很没礼貌 信不了这部电影 对, 没礼貌 所以来到TVB 就没了这些事情 我去做完 前一星期在TVB 我駕駛出去 去亚士那里哭 为什么开门哭呢? 其实是两个世界很不同 有没有一件事? 你会觉得 怎样只有一件事 那时候有说话 例如什么说话? 有一次我记得 我梳了一个头 他梳得不对 我以后头有点不连气 我梳头那个 他把梳子拍一张桌子 那你自己梳吧 真的发鼻很容易 我要起床 拍桌子 说粗话 都可以的 我当时在那里想着想 我鼓声吞了他 我把梳子吞了 他真的不知道我会梳 我自己吹自己梳 噴完之后 我起床走 因为我都说 我在亚士训练到 什么都吃 穿衣服、梳头化妆 因为我亚士的经历 譬如我在亚士 我试过坐在化妆间 一个小时没有人和我化妆 接着化妆师走过来问我 你坐在那里做什么? 化妆 你拍什么? 拍什么? 那你出声 接着有个化妆师跟我聊天 他就说 其实你不如学一下自己化妆 从此以后 每一部戏 没有人可以逗我 都是你自己化? 所有的 没有眉毛也好 彩虹眼影也好 画星星眼也好 全部都是我自己化的 所以他拍摄桌子里面 我自己搜的时候 我就自己搜 我真的搜给你看 我经常觉得 我们不可以丢架 我就算我个亚士出来的演员 我不可以丢亚士的架 我今天在TVB走出来 我回到内地工作 我也不可以丢TVB的架 所以 引以为永